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如实揭开生命真相宇宙奥秘 好 接下来这个单元 请大家看讲义 真体之用则 为真体一气之原始基因 化身万物万有 弥散六合 充塞宇宙天地 其变化无穷之玄妙 皆由真体基因之原器统一 运行 真体之用 也就是无极一真 这个最原始真体经过无态 而变成太极一树 那太极生两仪 就是阴阳 两仪生四相 四相生八卦 然后六十四卦 三百八十四遥 化身为万物万有 弥散六合 就是充满在宇宙天地之中 即变化无穷之玄妙 皆由真体基因之原器统一运行 生命宇宙内 是由最原始的真体基因 在统一着它 寻着一定的规律在运行 好 再请看下文 故真体之体用 乃空而无相之灵性 无以见闻之 故曰神以 自知神之灵性 乃人人既有之德性 天地万物 皆被之物性 无极一真的真体 就是我们的最原头 这个本体随时在起作用 但是这个作用 空而无相 它是一种灵性 所以无以见闻之 你六根 你感受不到 故曰神 神的灵性 是我们人人 本际的德性 每一个人都有 因为无极一真的灵体 是平等的 天地万物皆被的物性 以人的精神面来讲 叫德性 或者叫灵性 那以我们依报环境的 天地万物呢 就叫做物性 好 我们再请看下 此神念之 静耳为一 即是原始之主气 善耳为万 便是上下之神奇 牵动生命宇宙之微妙变化 得此真体一气 上下神奇 方能灵硬莫测 天地人万物 才能得用无方 此神念之 静耳为一 我们人把心静下来 从静耳定 从世间的有为定 入到初世的无为定 静耳为一 所谓的性的三昧 原始之主气 善耳为万 也就是大道至简 演化至环 善耳为万 每一个生命题 演化的因缘 错综复杂 天动生命宇宙的微妙变化 就像我们人 也是神之一 但是我们人 但是我们人 往往不知道 开采自己的自性 而要求助于神 神也是一个生命体 源头无极一尊 是完全相同的 它衍生的过程 跟我们不一样 得此 真体一气 上下神奇 方能灵硬莫测 我们要掌握到 大道至简的源头 这种灵硬 是最大的 天地人万物 才能得用无方 也就是我们 能够 误入实相真理 而掌握 实相的无知 势必能够 无所不知 跟诸佛菩萨一样 我们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 执着太多 煩恼太多 你没有办法 回复到无知 所以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懂了这个道理 要 素颜归根 回到无知 才能无所不知 你要提相 不要执着再相 得用无王 才能够 献起一切相 随心手意啊 这个总源头的尊理 就叫做实相 所以我一天 大晚讲 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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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唯一的 尊理 没有人类以前 就有这个实相 世界末日人都没有 还是这个实相 所以我把圣人说 这个实相不是我发明的 更不是我创造的 是我体悟了 用时代的语言表达 让更多的人 知道这个实相 这个就是圣者 好 请大家看讲义 自信真体 自信真体 灵明之神性者 同体同性而易明 乃随顺各方因缘而说 名曰神 元神 灵士 或神士等 又名灵魂 菩提 天命之性 或般若 智慧等 我们的自信真体 我们的自信真体 灵明之神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自信 本际的特性 我们又称它为自信 不生不灵 不生不灵 究竟坚固 人人平等 它是灵明神性 真体 它能无所不知 现实现一切像 你说神不神 那我们那一天 在一片黑暗 求的一点点的神 是不知 我们的本体 无所不知 所以我们圣者 经过十项真理的开采 已经得到了 百分之百的本体 而能够起 无所不知的作用 在佛教里面 就称为佛 或称为菩萨 这个灵性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可是起不了作用 所以我们才要积极 去入十项真理 先懂得理论 再掌握方法 让我们自信真体 灵明的神性 显现无所不知 献起一切像 得大解脱 大自在 自信真体 所有的昌生 同体同性 随顺因言 而讲不同的名称 这个是所谓的 一名同意 名称不同 他所意涵的是同样一桩事 这里所指的自信真体 可叫他为神 或叫做元神 或称他为灵事 或称为神事 乃至呢 称他为灵魂 或叫他为菩提 或称为天命之性 乃至 称他为般若智慧 其实般若智慧 就是性德的作用 般若无知 而无所不知 所以我们了解 实相真理 照着理论方法去开采 总有一天 我们会成为大觉者 而能够成为无所不知 那你现在呢 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 向你的心中求 而一面的向外求 求着小小的神通 让你迷失方向而已啊 好 我们再请看下文 此一阵真体灵魅之神事 是各个不无 人人本具之心性 无形无相 时影时现 明了神是我自心 世人已万物的造物足 即明真体一气之明心 一阵真体灵魅的神事 每一个人都记住的 心性啊 用哲学讲叫精神 是我们的心 在我们肉体里面 从来不离不弃啊 它是无形无相啊 时影时现啊 这个神就是我的自心 那死亡的定义 就是灵体离开了肉体 那这个灵体呢 还没有投胎转世啊 保持在中阴身的状态 就是保持神的状态 变成一个像以后 融入在里面 又变成另外一个物像啊 执着在其中了 他又不神了 所以世人已万物的造物足 即明了真体一气之明心 真体一气的心 是真心 是无念的 我们始终不明 无念的真心 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我们藉由十项真理 才知道 要回归到无形无相 无念的真心啊 才能够记住 剥热无知 安住在剥热无知之下 才能够无所不知 你现在认为你懂得很多 其实你什么都不懂 因为那个懂就是一个障碍 所以呢 我们在念头的世界里面 永远不得解脱啊 真正的明心是要明了 无极一针的真心 本体 它是无相无不相 无知而无所不知 视为实相 再请看下文 见了神是我自信 世人之灵世 亦是宇宙万法之 真主人 极见真体一气之见性 神就是我的自信 换句话说 我的自信啊 是超神的 为什么 因为它能够无所不知 变现一切像 像诸佛一样 随心所依 那你要为天人说法 你就献一个转轮圣王 那你要为华藏世界菩萨说法 你就献庄严的报身 那你如果都没有事的话 你保持在清见法身 怎么样 无知无相 那个叫清见法身 那一起作用 就无所不知 无所不现一切像 所以这个是罪神啊 没有比这个更神 原来这个就是您的自信啊 也是我们所说的灵世或灵魂 因为我们带着很重的念头 没有办法 素颜归根 回到无知无相的本来面目啊 所以我们就叫他说灵世啊灵魂啊 一含着 你带着很重的念头 可是呢 那个最神的无知跟无相呢 并没有消失 他的体性都还在 但是被你执着的无名烦恼 长住 一点都起不了作用 所以呢 我们可以称它为金矿 那如果提炼到神的黄金 就是无知无所不知 那现在我们 还是杂质很重的这些金矿 还没有真正的开采 我们就称它为灵世啊或灵魂 所以黄金是黄金 金矿是金矿 金矿就是还没有提炼的 黄金矿啊 它里面有黄金啊 但是你还没有经过提炼啊 就像我们的妄念里面含有佛性在啊 有实相的无知剥落在啊 但是呢 你要经过这样的听实相的真理 那依照方法去修正自己 慢慢的气无存清啊 自然而然到最后一念到 纯的黄金快出来 这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种办法 真正的主人就是我们的真心啊 它是无极一真啊 极见真体一气之见性啊 所以我们在佛门里面常常提到明心见性啊 明了你的真心啊 见到你的本性啊 那就是无极一真 好 我们再请看下文 我等学人 受身在尘而心性不然 能如是修心养性而明心见性者 自然回归真体一气 无极一真之胜意 无极一真之胜意 修学人啊 设身在尘而心性不然 我们呢 融入呢 社会啊 跟所有人一起生活 这个就是设身在尘 听了十项真理 明心见性 数言归根啊 渐渐的离向离念 自然回归真体一气 契入无极一真 殊胜的正欲啊 再请看下文 此圣意者乃存理无器 知无极一真法界 是无人清净自信 光寿无量 光明无尽 万般庄严之 本有故乡 契入 十项的无极一真呢 所谓的一真法界啊 是我们人呢 清净的自信 叫本来面目 这样 清净自信的本体 所献出来的 一暴跟正暴环境 视为光寿无量 就是寿命无量 光明无量 整个呢 生活环境啊 是万般的庄严 它就是我们清净自信啊 本有的故乡 在佛教里面 是念头世界的方便法 是念头世界的方便法 回归到无极一真 它不是真实 那唯有回归到真理 才能够体悟 全外之因 无极一真 掌握了无知 掌握了无相 你就能够无所不知 而无所不限一切相 这个就是实相妙礼 好 请看讲义 神得以灵应者 真体一气 善而为万 故天地人万物万华 皆喊灵性 天无灵性 天无灵性 则日月不明 地无灵性 则万物不生 人无灵性 则无以安身立命 神奇无灵性 则不能灵应十方 草木无灵性 则无以开发结果 无极一真 是生命宇宙万法的总源头 无极一真 就是所谓的灵性 灵性就是 总源头 天没有灵性 就日月不明了 那地无灵性 则万物不生 人无灵性 则无以安身立命 那神奇无灵性 则不能灵应十方 草木没有灵性 则无以开发结果 总而言之 一切都要得住于源头灵性 而行则一定的规律 才有办法行使一切正常的现象 再请看下文 灵性则 随即万有万疏之差异 唯万有皆源于真体一气 而善为万灵性 而善为万灵之体 其灵性之差异 乃根以太极之后 所禀理器相素 不弃之之之之之性 而定 一切苍生 乃至万物万法 都援助于真体一气 在这原化的过程中 随着种种云言之不同 呈现出来的灵性 是千差万倍的 十方诸佛 是百分之一百的 开采了灵性 那以下的菩萨 就没有百分之一百了 我们以六道来看 第一的苍生 无几一针的灵性 依然圆满无缺 可是百分之一百起不了作用 呈现的是一片黑暗 从这样的因缘去看 无论是六道的众生 乃至种种灵性不同的神奇 都包含在其中 所以灵性之差异 乃根于太极之后 所柄理器像素 弃子自知性而定 灵性的差别 是根源于无极 那衍生为太极 就是从无为而变为有为 在这个有为之下 开始演化 所谓演化至凡 那演化的过程中 因缘非常的错终复杂 灵性的强弱啊 是依手柄的理器像素 弃子自知性而定 也就是说 根据理器像素啊 实性呢 因缘 忌讳啊 强的呢 灵性就高 弱的呢 灵性就低 这个因缘 是没有定数的 也就是错终复杂的 再请看下文 太极以前 气既以理 存理不杂气 即无极一阵之圣意 太极之后 理既一气 气原以理 相充一气 理气生物相 物相显理气 故一切 故一切物相之灵性差异 乃 光净土 无明无相啊 它呈现一片光明 从无为法的五极一真啊 变成有为法的太极一树 就变成 理既一气啊 那这个气呢 是源自于理 理就是无极一真 所以 无极一真的理并没有消失 像这里所讲的 气原以理 虽然 落入太极以后变成气啊 可是这个气呢 还是原以理的 原始基因啊 像充一气 气是根基于理 自从无明无相啊 而变成有气 气还是看不到摸不到 然后这个气再变成现象 那现象越来越明显 你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像充一气啊 理气生物相 理气呢 会合 就生起物相啦 物相呢 就有明有相啊 你可以看到摸得到了 那物相呢 显理气 这些物相 来自于理跟气 等于 爱因斯坦的职能互换 当变成能量的时候 就好像理气 那变成质量的时候 就是物相 一样的道理 故一切物相 故一切物相之灵性差异 乃取决于理气相素 远生的过程中呢 远生的过程中呢 用日市局的感觉 这一节时间到 我们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祝大家幸福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